歡迎回到好食的少女 Elly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Viscent的 榴槤皮啦 欸他真的 不好看 剛剛打開就聞到一股超濃的榴槤味 我先講好了 因為我不討厭吃榴槤 可是我沒有吃過熱的榴槤 我也沒吃過啊 我也不討厭吃榴槤 我也沒吃過熱的 就 幫他吃小一點 他有點小害怕欸 真的喔 因為我 我可以吃榴槤 可是我真的 我對榴槤糖是完全不行那一種 喔 你說那個泰國的榴槤 對對對 我真的不行 那個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怕我們 不敢吃榴槤吃不完 所以我們都叫了 小的 那這個的話是黃金榴槤披薩 那他價格的話是169 對 那他的話以前的話 只有出那種大寸的 或者是小寸 他沒有出個人的 那他這一次檔期就很貼心 就是為我們出了個人的 對 在暗示什麼 就是 就是一個一群朋友 然後可能就是有一個人想吃 對 對 就可以自己單獨點一個這個 對 然後這個是新推出來的 叫白咖啡榴槤披薩 然後價錢的話是169 其實剛剛這個打開的時候 我聞到比較重的是 那個咖啡的苦味 是喔 對 我覺得榴槤味邊有那麼重 就是 我覺得這個應該 會比這個好一點 我猜啦 可是你知道白咖啡是甜的嗎 喔 是喔 白咖啡是甜的 白咖啡 應該是 那這個的話是 也是新的 榴槤蛋塔 那它一顆是原味 然後一顆是榴槤口味 它的話就是只能這樣子 兩個一起買 好像沒有單獨賣榴槤的 它是加購價 對 然後兩個加一台 放很久 好 那我們趕快看來試吃吧 好 那我們先吃這個 我覺得它很貼心耶 它每一塊上面好像都有榴槤的感覺 我挑一塊看 而且 而且我覺得它很酷的地方是 它整個披薩只有榴槤跟起司 啊 榴槤掉下去了 聽起來很費 三秒原則一二三 而且它是用那個欸 泰國的那個 金枕頭榴槤 其實 滿好吃的耶 就是有點 溫溫的榴槤 因為我本來 我是很喜歡吃那種 就是冰冷凍榴槤 那應該都是 對啊 就是很像冰沙的口感 可是很意外的 我會說很噁心耶 其實它跟 起司蠻搭的耶 嗯 對不對 就鹹甜鹹甜的 嗯 可是我覺得它的起司味已經大中 它的榴槤味了耶 我覺得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妳想要看部位吧 是嗎 我吃了我吃了 吃比較多耶 我這塊可能就是 比較榴槤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榴槤味比較重 很漂亮 那是一個算滿重口味的披薩 可是它那個榴槤的甜味 完全沒有不見 就是 雖然它加熱對 還是完美的存在 意外的還可以接受耶 嗯 可以 可是不敢吃榴槤的 可能就完全沒辦法 你光是打開 你光是打開 你應該鬼臉這個啦 因為你就鬼臉了 可能連痛都不會痛啊 它 它皮有點厚 對它皮有點厚了 這個是應該爽的 超厚的 可是我覺得比 原本的那種 還要厚一點的 嗯 比大披薩還要厚 還是因為它小肚子啊 哦 沒有可能 那比例有點 很奇怪 就料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然後皮有 這麼厚 它外面會有點膩 對啊 因為皮太厚嗎 嗯 有可能 而且有點小油 我每次吃披薩都要講那個 嗯 它有點油啊 披薩就是油好嗎 我覺得它有點小油耶 好 吃到會不會有點 就是上面有手都是油油的感覺 換你講 這句話怎樣講 這樣它換你講 你們叫回購嗎 嗯 說實話嗎 嗯 你看它不會 就是有試過就好了 對 對 雖然我不討厭 可是有沒有都非常喜歡 嗯 那你這款你要給它幾分 我應該給它 7分 7分這麼高喔 因為其實我已經開始 就是我沒吃過熱的感覺 我就對它有點小油 害怕 可是吃過之後 覺得其實榴槤熱的 就是加熱過後 跟起司還蠻大的 嗯 對啊 而且它吃的過程當中 那個榴槤的味道還在 然後又可以 就是加上起司的味道 我覺得融合在蠻好的 口齒 7分 嗯 那我現在哈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笑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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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了有米薩啊 就是去對你 討厭的人做這件事 它應該冒你去吧 對 好 那你給它幾分呢 嗯 我給它 我給它 我給它5.5好了 5.5這什麼分數 就是 一個不上不下 有大家及格 可是就 沒有到非常愛的 對分數 嗯 好 就這樣 好 下一款 來了 這其實 反向有點不太好 對啊 就它其實那個什麼 官網上面的照片啊 是滿漂亮的 就它 完全不一樣 這 這等一下 我也覺得 這 好 那我來吃吧 這個咖啡味超濃的耶 這也是像妳講的 嗯 有點像吃咖啡糖的感覺 我覺得我吃這個 咖啡的甜味已經剩過 對榴槤的甜味 嗯 就榴槤變得只是配角了 咖啡才重點 對 主角是咖啡 因為這個我還好 我還好 可是妳要是偏真的 比較不敢吃熱的榴槤的話 也不是這樣講吧 他們應該也不會點這個啊 他們有熱的就是他們的話 想嘗試榴槤 可是卻有點害怕 那我覺得可以點這個 因為這個就是介於 中間值 對 沒有這個那麼的 那個味道那麼重 有時候有點味道沒有很重 對 對 我們家裡有吃香披薩 然後就是那個XX 然後就已經超過那個預訂時間了 然後就晃晃晃晃晃的時候 排我們家 就把那個保溫蛋一起拿進來說 妳的披薩到了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們家人說對不起 因為他期待待說 那個整個蛋子揹出去 蛤 超可愛的 那個披薩後來咧 就美了啊 披薩就美了 就剩下那個副食 那真的假的咧 真的披薩是一種 對 然後我們家就沒披薩吃 他就剩下副食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說 就是這個絕對 你不要克服我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他就把那個 他身上所有的錢給我們 因為他付了一個副食的錢 你看他身上錢帶不夠 好可愛喔 很可愛 然後他就說 阿不然我下班的時候 我再拿來給你們 然後他好像就八點下班吧 然後八點的時候 就沒來 我想說可能就是 就是淘寬的 可是他八點多一點點 他就來了 可能他晚上班吧 對對對 因為然後他就拿了 就是去我們家 附近的超商買了一堆 就是可樂啊 餅乾啊 對 然後夠賠罪的 怎麼那麼好 可是我覺得他很可憐欸 對啊 真的是蠻可憐的 不是他也太可愛了吧 就是 很可愛 其實他飛了 通常如果是這種正常的理由 一般好人家應該都會 好啦好啦沒關係這樣 對 然後這種是我爸野心跟他說 沒關係就是人沒事就好了 可是他是很愧疚 就很可愛 而且聽說看很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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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看到是不是 沒看到啊 很帥的重點吧 是擺重的一個人 早上我就先回家了 好 耶 那你要給這個幾個 4分 這麼低喔 因為我就不喜歡它那個 白咖啡跟榴槤湖 加在一起的味道 對啊 OK 那我給他 我給他 我給他 4.5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來吃我們的第三個 榴槤蛋塔 那我們開吃 這個從 外竿上完全看不出來 聞起來也沒有 嗯 嗯 可以耶 你先看看 嗯 還熱熱的 嗯 可以啦 就可以了 這個 好淡喔 沒有錯 很淡很淡 有煉味 主要還是那個 起司 嗯 這蠻好吃的 這個人肉過後面也很好 嗯 輕輕的 但這個餅皮好酥喔 好像餅乾耶 嗯 你要給他幾分 蛋塔嗎 我給他 6分好了 6分喔 對 我也給他6分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蠻好吃的 那如果喜歡吃榴槤的人 要趕快趁這個過去 他這波的話就是 6月2號到6月29號 對 那如果你比較不敢吃榴槤的話 我會 推薦如果你想嘗試 可以是這個 白咖啡的 他有這個 他有這個 對 他被我吃掉了 對 那個 榴槤蛋塔 我覺得那個也蠻好吃的 榴槤味也不重 就淡淡的 嗯 我覺得可以拿去冰 喔對 冰心的 冰心蛋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訂閱跟分享 還可以開箱的小鈴鐺喔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